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 你没有错 要怪就怪李西平 是他杀的人 你不要把别人的错都乱在自己身上 看什么呢 我在想啊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像今天这样 什么呀 怎么了 很差吗 快说呀 不是很差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什么呀 有一点 什么 很差 你好坏呀 你站住啊 来 这儿 你还跑 有人说你给我站住 你不要跑 又是再跑 你别跑 你给我站住 给我 别别 我手受伤了 来 来 来 七爷 你在这儿干吗 大镖头 刚才有人给您送来封信 来 来 来 坐 杜大哥 有事情怎么不到标局里去说 我是怕找麻烦 也是 贾科部会派人盯着咱们标局的 我现在和以前不同啊 在段职府当差 好歹也得避讳一下吧 多担待啊 我懂 喝点 先不了 杜大哥 先说事吧 我心里都急 怎么 大伙都骂我了吧 大伙骂的是贾科目 他就急 别人说你性子直 我看你最会说话了 你们给段职证的信 哥以前这事可能能办成 有个现在 我看 悬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你 大清的时候 为什么不进枪 这事不明摆着吗 大清的时候 标局背后是什么人哪 王爷 贝勒 要不就是当朝一撇 他们和标局利益相关 你说 他能进枪吗 再说了 以前京城标局 走的多是官家的买卖 什么曹银哪 贡品哪 等等等等 这枪 它能进吗 是这个理 可是现在呢 标局没有官方的背景 他能拿你打回事吗 杜大哥 您该不会 是在请我关掉标局吧 当年 我看你心气高 就没敢劝你 不过 现在这句话 我真是不得不说 标门的人 让我看上的 还真没几个 你是条汉子 朕现在这个时候 形势还没有那么糟 你呀 急流勇退吧 杜大哥 您的好意 我心领了 您慢吃 我前告辞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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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话刚说了一半 你就要走啊 你要是另一半 也说这样的话 我还是不听了 我刚才说的 那是退路 我现在要说的 是进路 听吗 你要是不听 嘴你便 我喝我的酒 怎么进 皇帝 标局没钱没事 在京城 人也不多 你们这么闹下去 能闹出什么名堂了呀 那应该怎么办呢 标局没有了官家 可他 还有商家呀 这京城大大小小的商户 你说 哪个没有跟标局有关系的 要真断了标路 着急的 仅仅是标局吗 标路就是商路 没了标路 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对呀 政府可以不给标局面子 但他不会不给商会面子吧 杜大哥 您高 实在是高 来 我敬你 好 怎么 现在不骂我了 兄弟 不管走到哪儿 我杜仔山 都是咱标局的人 政府收了标局的枪 就等于断了我们的商路 刘大标头 您放心 我们商会和你们标门 从来都是守望相助 这一次 我们一定跟你们共同进退 那就多谢会长了 那在下就不打扰了 请 告辞 说 跟教官开张啊 快点开了啊 来啊 赵哥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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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过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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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不冷啊 嗯 十哥 蓉蓉 这些日子 你都住在这儿啊 我去过表居几次 每次见你出来 身边都好多人 我就没敢过去 那你这次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我带着孩子 离开了他 他已经由人变成鬼了 你是应该离开他 可是他的伤还没好 总觉得有点可怜 可怜 他身上背了多少人的冤魂 他不值得你可怜 他不值得你可怜 你这趟来找我是 师哥 你很恨我吗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没有亲手杀了他 我恨我自己没有亲手杀了他 是 这是干什么 师哥 我这次来找你 是为了兰儿 求你 把孩子收下吧 一个女的 还带着孩子 到了门口又不进去 难道是那个女土匪又回来了 回去继续盯着 只要看到陌生女人就给我盯住 一定要查到她的落脚地在哪 是 上风发来的文件 来 暂缓收脚 什么暂缓收脚 堂堂一个政府 让你几个做生意的就给挤对了 陈奶奶 我求你 把孩子收下 这些日子 发生什么事了 这些日子 我老是神志不清 孩子跟着我 受了不少的罪 我对不起他 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是心不会 一看大孩子 我就想起西平 就想起西平干的这些事情 我实在受不了 可孩子是无辜的 我知道 我也舍不得 可我没办法 可我没办法 西平做的那些事 每天都在折磨我的心 我撑不下去了 我离开他 也是为了他好 西平做错了 孩子是无辜的 我不能怎么自私 让他来承受我们的错 师哥 我没有别的人好久 在这世上 我只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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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我答应你 可是你要答应我 要好好活着 我渐着我们的疲惯 我们的疲惯 我们就剩下他 除了 confer 我们的疲惯 可能是ала 自己的疲惯 我们的疲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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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娘 这次又要让你受累了 我倒没什么 有个小孩在省得每天问得慌 只是可怜了这个孩子 你说荣荣这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 这是西平和荣荣的孩子 我说不想让孩子长大以后 知道她娘不要她 难道荣荣 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也许哪一天她想孩子了 自然就会回来 他想让她想让他一眼 不然和她人家也想让她一眼 看着他们也想让她一眼 看着她说我 她想让她个眼睛 只要是想让她一眼 她敢让她打分 挺大个人 怎么不会好好说话 陈爷 这位先生 您是哪位呀 陆姑娘啊 您怎么这身打扮啊 快进来 快进来 老太太 谁来了 老太太 您看谁来了 是陆姑娘啊 大婶 这冷不丁的 我还以为陈爷带来 一大小伙子呢 来 来 六姑娘 再敲一下 再敲一下 快坐 坐 大婶 这是我给您带的东西 回来就行 还带什么东西 你看 是啊 眼瞅着 就快成一家人了 还客气啥没 也是 娘 她给您的 就收下吧 那 那你们聊着 我去做饭去啊 陈爷 我跟你一起去 你是客人哪能让你做饭呢 你看 这刚来怎么就进厨房了呢 娘 您看这蓝蓝 我去帮把手 蓝蓝 乖啊 蓝蓝 来来来 快看看啊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喜欢哪样啊 你要是不说啊 我还真以为你在外面 跟哪个爷女人生的野孩子呢 我是野汉子 你不就是爷女人了吗 不要脸 他还真挺可怜的 遇见这么一个男人 将来 你打算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啊 孩子啊 难道你希望他没有爹没有娘吗 那你愿意做他娘吗 那你愿意做他娘吗 那得听爹愿不愿意 爹愿意啊 爹当然愿意了 娘愿意吗 娘当然愿意了 笑什么呀 你笑才笑的嘛 这馒头蒸到火钩 这馒头蒸到火钩 我 我去摆桌子去啊 再这么送我下去 我可就到家了 那就送到家 那到了我家 我再把你送回来 好啊 那岂不是咱们俩 今天就在这街上溜达了 可以啊 你干什么啊 讨厌死了 有人跟着 是甲克牧的人 除了他 我想问他还有谁 这个混蛋真是阴魂不散 恨不得一枪毙了他 替天行动 好了 都会当娘的人了 我去别那么打 我看你那儿不能待了 那怎么办 总不能回标局吧 他们的人都在手里标局 我想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跟我来 嗯 来了 夏爷 陆姑娘 夏老爷子果然好眼力 他说是 我都会不舍弃你 还能不舍弃你 你搅着我 去行动 澳洲 谁去洗脏 可不是 可是我 你肯定 你 你去 这 我这 是 他们故意甩掉你 这说明他们心里有鬼 这样 明天你多带几个眼线 让他们在那条巷子附近盯着 发现有什么可疑人员 千万别打草惊蛇 知道吗 明白 再加点水 那天我走了以后 先去找到我的队伍 我知道我那点人 不能和高文斌对抗 就带着队伍去了南方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我带着人跟着护国军北上 部队被打散了 我逃了出来 等到袁世凯死的时候 我才辗转回到了北京 华姑娘 我知道 大当家的死 我逃不开责任 其实我多么希望死的人是我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不敢奢望 你能原谅我 就算我用尽所有盗窃的方式 也不能弥补对你的伤害 我只是希望 在你开枪让我解脱以后 能够得到你的宽恕 虽然不是你孩子的我爹 但我爹却是因你而死 如果这笔账不算清楚 你也不会安心的是不是 是 陆姑娘 你先听我说一句 咱们的事情可以好好地说 但是这枪弹可无情啊 陆姑娘 你想清楚 陆姑娘 晚了 赵已经还了 你以后不欠我什么了 起来吧 我 我明白了 陆姑娘是跟咱们大伙 跟咱们大伙开玩笑的 我没有开玩笑 这枪里有一颗子弹 是老天爷不让他死的 多谢陆姑娘 你谢我什么 你既原谅了我 又让我不再为此感到内疚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我心眼小得很呢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你们收留我吗 收留 收留 不对 这怎么叫收留呢 陆姑娘 你要是把我们这儿当家 我们 我们高兴着呢 是不是 老爷子 是啊 是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夏老爷子 我累了 陆姑娘 还住你以前住过的房间 走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 大表头 这陆姑娘的枪里 还真有一发子弹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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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写什么 这上面写什么呀 啊 张学 张学复辟 推 你干嘛呀 快走 幸亏袁二凯登基的时候 这黄龙心没扔 要不然呢 还得试两银子 这个尸道 真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 你看看 里边还有没有 二位里边坐吧 你让一找 让一找 徐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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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我没疯 是这个尸道疯了 你 去 快走啊 徐家女儿慢点 徐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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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了 真的打起来了 暗顺 去看看姚婷 大清改民国 元大总统登基 大总统死了 又再召民国 没过多久张勋复辟 要把紫禁城里的小皇帝请出来 那几年 北京城就像是一面棋 东南西北风轮换的吹 我也说得没错 这个世道风冷 人心更像是风里的柳絮 随风飘荡 没一个找的 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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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服务 女人 女人 你 不是還在城外嗎 你怎麼膽子變得這麼小 不知道為什麼 外面的泡聲一響 你不在我身邊 我心裡就慌得很 聽娘這麼一喊 我還以為你真的出了什麼事呢 我還以為你不在我身上 我還以為你不在我身上 高不高興 我沒事 我说夏爷 自打我认识大镖头 还从没见过 他这么惊慌失措呢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哪 颜先生呢 颜先生两天前就走了 估计是现在啊 应该是在段祺瑞的队伍里面了 飞机 是往紫禁城的方向飞过去了 大镖头 觉得不可思议吧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大镖头 一 两者不离类 二 两手不离心 三 出手如钢措 四 落手如钩肝 五 胸要圆 六 背 一 要圆 七 权无权 亦无益 无益之中 才是真意 大镖头 大镖头 大镖头不好了 大镖头不要被劫了 大镖头 报官 维护之案 是京师警察厅的责任 他们有责任 帮我们找回镖车 可贾克木能帮咱们忙 什么贾克木 贾克木前段时间投诚了张勋 现在 指不定在哪个大牢里边 哭呢 看到我很惊讶是吧 这也难怪 好多人都盼着我倒霉 可是呢 我呢 偏偏就走运 在断职政工程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投靠了讨逆军 官复原职 有惊无险 刘大镖头 你是不是觉得老天不开眼了 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神明 那你告诉我 哪个神明保佑你啊 官 才能保佑你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 我来报案的 你报案 报什么案 城外的部队 截了我镖局的镖车 城外 那你报错地儿了 我这儿只负责内城 可是我的镖局是内城的 更何况你说过 只要没出京城的地面 都归你管 刘岸盛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官吗 我是在提醒你的职责 军队的事啊 归军部管 我只负责内城的治安 飙车被劫 难道不属于治安的一部分吗 刘岸盛 你别忘了 历不历案哪 我说了算 行 你不给我历案的话 我就去军部 我请他们评断一下 这件事情 到底归谁管 等等 你说的军队是谁的部队 你就是 那个什么什么长啊 京师警察厅都长长 听起来官还不小 找我 找我有什么屁事 飙车 什么 我听不见你大点声 飙 飙车 他叫什么什么什么 是 叫 毕姓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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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 甭管真的假的 回去好好表彰一下 刘表头 他慷慨捐赠卫国卫民 不错 不错 这位 叫猫爷 猫爷 我是替大家来调解纠纷的 大家 大家指的是 他 还是我 是 是什么事啊 这大爷们儿的事 是你管得了的 还毒毒 毒屁去吧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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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这是 滚 滚不滚 快滚 走走走 别送 别送 不 不 不送 走 贾大人 莫德彪 走 走 刘表头 没想到啊 是我吧 山盟 把我的表车还回来 我发现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天生质朴 我说你是 越活越没有志气了 找个狗子来下火 幼稚 你真的以为 他能帮你把表车要回来 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吗 在哪儿 在哪儿 他不见了 好好留着你的头 我随时回来去 随时 十月 很多人的膽子 我 这是我 現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